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你的记忆拉回到了游戏星时代了 没错 这款游戏就是90年代初期和雷电同时期出品的非常经典的飞行射击游戏 焦焦焦 那么在焦焦焦之前 它的前身是飞翔焦 可能很多朋友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焦是什么意思 焦就是鲨鱼的意思 焦一般对于飞机的称号有什么飞杀 虎杀 焦就是鲨鱼的意思 今天是由咱们国内的飞行游戏女达人小妹 为大家带来的进雷挑战一命通关 希望大家会喜欢 多鼓励支持 在我们的游戏空间里 多数的经典的飞行射击游戏已经相继登场了 像什么雷电雷龙啊 四国战机啊 大旋风等等啊 经典的全部都已经上了 唯独这个焦焦焦焦没有上 因为这个版本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阶级版 一个是世家MD版MD版属于移植版 相比起阶级版的这个感觉来说还是有所缩水啊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推出这个阶级版 因为阶级版的难度比较大 所以说 这个 得有一定的运气啊 玩法跟雷电差不多 也是吃到同样的子弹去升级子弹的威力 同时还有保护 但是今天小妹打的这个是禁雷的挑战 老式的游戏 基本上都差不多啊 他的这个风格都差不多 比较硬派 具体体现什么样呢 就是说 敌人子弹不是很多啊 但是他会很快 冷枪 而且不论敌人和你的距离有多近 他都会开枪 这是老式的 游戏的一个硬派风格 我知道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焦焦焦就想起了纠集虎啊 在之前咱们节目当中是推出个纠集虎啊 大家如果想看纠集虎的话 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视频往前翻一翻啊 大概就在上个月吧 上个月发的啊 呃 感觉跟这个游戏非常的相似啊 很像 不过那个游戏他是主角是一架直升机 这个是一个战斗机 没有看过这个朋友 游戏的朋友 呃 要么就是过去在 这个上学时期是好学生啊 不进游戏厅的 要么就说明 恭喜你 你你还年轻啊 还年轻 如果一听到这个游戏的音乐 看到这个画面 非常熟悉的朋友 那么 很遗憾啊 你老了 跟我一样啊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曾经 辉煌过 对不对 曾经年轻过啊 没有关系啊 大家 呃 想看这个怀旧游戏 是吧 关注我们的频道 啊 咱们这边会给大家推出很多经典的游戏 是吧 让我们 在家就可以回忆到 最美好的 最纯真的年代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啊 谢谢各位 这个游戏里面如果吃到这个红色的子弹 这个红色子弹打出来的那个效果啊 非常的暴力 就是满屏都是火焰 虽然威力很大 但是容易 看花眼啊 所以说前期难度不是很高的时候 还是用这种散弹比较好 在之前的游戏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小妹 在之前的游戏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小妹 像什么名将啦 什么三国志啊 打的都很好啊 很厉害 很多回头就很纳闷了 我看一个女孩子为什么玩得这么好呢 他们家小时候家里面是开游戏厅的 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 非常羡慕 小时候就想着 以后呢 如果能够取个 开游戏厅的就好了 或者找个 他家开游戏厅的女朋友就好了 玩 游戏不要钱啊 但是真正到了 谈对象的时候 游戏厅已经到已经落末了 对象时好 这个游戏的音乐很好听啊 在那个时代 九十年代初期属于第一厅的鼎盛时期了 所以说各个游戏公司做出来的游戏 它都非常讲究的 无论是音乐画面游戏性 都是很讲究 如果你不用心做 你肯定是拼不过别的游戏 说真的在我心里啊 就是在我们那个游戏厅 我们那边啊 飞行游戏还是以雷电雷龙为止 这两个是最火的 虽然焦焦焦我也很喜欢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没有 雷电雷龙给力 这边就是吃到了一个红色的子弹 大家可以看一下红色子弹的效果 威力很大 范围很广 但是它容易 和敌人的子弹冲突 就敌人子弹打过来的时候 你分不清到底是 从哪个方向打过来的 这款游戏通关的时间大概是在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 大家过去在游戏厅通关的时间也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半个小时 这是比较顺利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你挂了 就会回到 你挂了之前的地方重打 这也是为什么小时候很多朋友没有通关的原因 就算你有币 你没办法从你挂了地方继续 而是要退回去一点 但是双打不会啊 双打不会 双打的话 无论你从什么地方 这个丢命 只要另外一个玩家没死 你就可以直接继续 过去还有很经典的这个飞行游戏 有一个叫沙漠之湖的啊 就是每次打到boss战会唱歌的那个游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在这个留言区留言 下一期给大家安排 沙漠之湖啊 细心的话 可以刚才会发现一个小彩蛋啊 从屏幕的左下角 这个海里游过了一只 鲨鱼 左下角的那个 有一个鲨鱼的影子啊 还是进入这个海里윽舞荞 最终的经典的龙 Gesundhei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看这个街机游戏的朋友大多数都是80后 大多都是80后 很多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上一代的人 他们为什么不爱游戏呢 为什么游戏对我们这一代人 让我们这一代人这么痴迷 游戏是这些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游戏产品刚刚问世 作为游戏是吧 我们能够在这个游戏里面操控着 飞机啊坦克啊 操控着一些英雄啊 去完成我们平时完成不了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我去 对小孩子来说那是致命的诱惑 正儿八经 再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呃 那会儿手上没钱 玩游戏这个 总是不能放开了玩啊 总是意犹未尽 就像你吃饭了一样 每天给你吃一点点 你到第二天还是想吃 如果某一天给你吃饱了 你到第二天可能就不想吃了 呃 其他地方的游戏厅 我不知道这个气氛怎么样 反正我们那边的游戏厅就是 很多人手上没有B 但是 他也愿意在背后看 就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你背后站了一群人在看 你也会觉得哎呀 玩起来很有劲头 看的人也津津有味 实际上 没来 我 没来 我 不 没来 我 我所在的城市在西安 西安这个城市啊 它在这个游泳厅的氛围是很浓的 游泳厅也是特别的多啊 一条街上可能开十几家 很多游泳厅 但是我就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到现在啊 所有的游泳厅都已经关门了 在2000年到2005年的时候 还有还有很多的游泳厅 但是现在正好半斤一家都没了 一家都没有了 我就在想如果能留下一家也好啊 就像广东 广州烈火游泳厅 上海烈火游泳厅跟广东的一家 游泳厅啊 就是现在咱们 还依然 屹立在这个时代的两家有一天 一家在上海一家在 广州 上海那个叫烈火了 广州那个叫啥我也忘了 算了 氛围还是很好的 啥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玩一玩啊 到这里呢 咱们这个游戏呢 也进入到了游戏的一半的流程啊 各位朋友感觉到这个游戏的难度还 还是挺高的啊 敌人的子弹速度快 而且今天这个表演是挑战是禁雷 希望大家多给小妹加油啊 希望大家没有点赞关注的朋友点个赞 谢谢各位 前面感觉 难度还是一般啊 但是到后期 很难打 这个真的要背板了 玩飞机游戏要背板 原来在节目当中看到有的朋友 在这个飞行游戏里面留言 说是啊 这些游戏靠反应 其实你只说对了一半 反应怪固然是好事 但是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背板 背板是必须的啊 黄色的快词 当中的飞行游戏 但是这个开始 像机游戏 是一般 对了 ilah 至少 玩这种游戏其实最有威胁性的敌机 并不是那些什么大的坦克了乱七八糟的 而是这种小飞机 就是体积比较小的小坦克 他们一般都是放冷枪 冷不丁的给你来一枪 躲不过去的 在游戏厅的时候如果有个玩家能玩的这么好 特别是个女孩玩的这么好 我估计都围了里三层歪三层了 后面的人都得垫着瞪着看 我估计都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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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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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